这有一只小鸭子 它去干嘛去了 它好像在做窝 你看到这个鸭子吗 它在做窝 好神奇 这只鸭子好神奇 刚才这只鸭子一下就扎到水里去了 那只好像还有个小鸭子在那边 好几只 好几只鸭子 看来是一窝的 是鸭养的吧 有点意思 你看这个小城市 真是棒透了 哎呀美如画呀 你说这种小地方 你有什么可看的 真的没什么可看的 你比如说你在巴黎的时候 你有艾弗尼塔 卢浮宫 凯旋门这些景点 可是你在这样一个小镇 你说它没有任何一个 这种地标性的建筑 说白了就是说 它没有什么 让你去特点 就是让你去能够抓得住 记得住的东西 但是 它所体现出来一种韵味 风韵 我觉得这个词很准确的 风韵是不一样的 这种风采和韵味 让我想到了威尼斯 但是和威尼斯又不一样 因为威尼斯显得有点过于的富丽堂皇了 有点不近人情 不吃人家烟火 而这样一个小城市 你看看它这种 建筑都很古朴 古朴中又透露出来一种 细加雕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威尼斯是一个华丽的公主 那么我觉得布鲁治就是一个优雅的富人 一个生活在乡下的 但是又受过教育的这样一个富人 富人也有富人的韵味 我所说的富人不是四五十岁的那种老富人 老玉他叫 我说的是少富 是这样一种感觉 这是他们的自行车 骑得很快 很多人说来布鲁日 你得骑自行车 但是我上哪弄自行车去呢 问题在这儿 昨天看节目 《财金狼眼》讲那什么共享经济 我觉得这个观念说的很好 就是说你下有闲置不用的东西呢 就共享一下嘛 未来也应该是这样一种模式 节能 但是呢 中国的共享模式 现在还很难 因为我们没有良好的信用体系 没有这种惩罚措施 好比说你在欧洲的话 你如果逃票 如果背得了多少次 就影响了你的信用 以后可能找工作就非常难 你长时间找不到工作 你就可以做那些非常低端的工作 这是每个人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呢 他们都会努力保持自己的信用 而在中国是没有这样一个信用体系的 在没有信用体系的情况下 你想想 大家会担心这些事情吗 会担心用了不还 或者用坏了怎么怎么样 当然不会了 同时即使是建立了信用体系 你觉得中国共产党 他能允许这种存在吗 也就是说你什么意思啊 好比说 你建立了这样一种信用体系 那么一旦 这种违约的人多了 找不到工作的人多了 中国多大多庞大的奇数啊 如果有五六百万这样的人存在 那么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这些人出来闹事 社会动荡 很有可能就影响了政权 所以在中国维稳是最重要的 由于他这个维稳太重要了 导致每年拿出来大量的钱 用在这上面 这个是任何一个国家 其他国家不可能遇到的情况 当然朝鲜也是例外 当然他的经费不是维稳 他是先军政治 一切为军人服务 所以说呢 他那个钱拿出来 就是用在军队上 和中国还不太一样 中国毕竟这个军队啊 不像朝鲜那么强调军事的综向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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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